主席 主席我們請蔣部長 蔣部長 委員好 部長長 今天我們討論這個議題 那我想先請問部長 你知不知道在立法院在審查 104年度的總預算的時候 曾經做了一個附帶決議 那跟今天的主題其實蠻有相關性的 那部長你知道那個時候 所做的附帶決議是什麼嗎 請委員指教 本期告訴部長 在立法院在104年度 他審這總預算的時候 這個附帶決議是說 各部會應該就主管的這些財團法人的設置 如果他任務已經達成了 那或者是他的目的已經不存在 或是他營運的狀況不好 或是他的績效不張 或是他的業務有重疊 那這些應該提出具體的一個退場 或整病的計畫 那也要提出相關的時程 不過時間過去了很久了 那我相信這部分應該是 衛福部這邊應該也沒有相關的進度 那我想要問一下 就是這次送出來的報告 感覺起來好像我們這一些財團法人 沒有就是績效還不錯 然後也沒有退場的必要 那也沒有需要整病 那我想請問部長 包括國衛院在內的這10家財團法人 來自於政府的補助跟委辦的收入 年收入超過50%的 有幾家比例有多高 百分之50 年收入 就是他的收入是由政府來補助 或委辦計畫來支持的 這些有多高超過50%的 國衛院器權中心還有 醫藥品有嗎沒有 醫藥品還有父權基金會 藥害基金會 數字可能要統計一下 好所以幾家幕僚知道嗎 可以跟部長講一下嗎 只有10家你要算多久 6家 6家齁 所以這比例已經打6成以上 來基本上只有 並離發展基金會的財務 他是自己自主的 其他的都是靠著政府的一個補助 跟委辦的計畫 或者是利息收入去支撐 好那我舉一個例子 就是財團法人 醫院評鑑劑醫療品質測進會為例 他接受政府的一個專案計畫 以及他的補助 他連續三年都高達8成以上 好那對我來說啦 我會覺得說這是 極度仰賴政府的一個補助 跟委辦計畫的一個單位 那部長我想請問一下 針對這種狀況 你覺得是正常的嗎 我認為他是有必要的 因為像剛委員提到的這個依側會 我們很多的評鑑工作 都要交給依側會來做 那所以他是有必要存在 而且他必須要累積相關的經驗 他才能做這些事情 所以他是有必要的 有必要 所以就以現在這些 你石家你所主管的這些 你覺得說如果大家的這個 都依賴這麼高的這個政府的補助 是正常的 然後也是必要的 就我現在整個看起來 應該都是有必要的 像剛剛提到的國家衛生研究院 其實他的任務是非常的多的 往往包括在大院有一些提議的時候 我們都要交給國會會員來做執行工作 所以政府必須要支持這樣子的財團法人 才能夠維持運作 好那我想再請問一下部長 對於政府所捐贈的財團法人 其實大家比較有疑慮 我們一般的社會比較有疑慮 就是養肥帽這件事情 那這個就是說 過去有一些公部門他的主管退休之後 他就會轉任到財團法人來 好那他的薪水呢 可能比他在這公務部門的時候 還要更高 那這十個財團法人底下 有多少的董監事跟員工 他是軍公教的人員退休之後轉任的 您這邊有沒有統計的資料 我可以請我們的人事處長來回應一下 好非常好 因為不管有你現在有沒有 我都想請部長大概一個禮拜之內 可以把詳細的資訊 請人事處長 委員好跟委員報告 目前有退休的 這個軍公教人員轉任的 目前有九位 九位那都已經停支 他的月退休金跟優惠存款 這九位都已經停支 月退休金跟優惠存款 九位 所以在十個這個財團法人底下 只有九位 是 好來那我再問一下 所以詳細的資料 可以到時候會後補給本席嗎 沒有問題 好那再來我想要問一下部長 當然其實我們也很願意相信說 在這樣的財團法人底下 大家同仁其實都很認真在工作 那也兢兢兢兢的 但是針對這次的預算 我有一些疑惑啦 就是 不知道 部長你知不知道說 在立法院一百零二年的時候 中央政府的這個總預算的這個 這個總預算的時候 有通過一個決議 那這個決議是說呢 政府捐助的財團法人 他的各項獎金跟他的福利項目 應該要比照公務人員 這件事情部長您有了解嗎 不了解 不是很了解 好那現在部長你了解 其實當時候我們的這個 立法院這邊有這樣的決議 好那在一百零三年度的時候呢 其實中央政府的總預算 那時候也確定了說 每年每人 就是他的一個文康費用是兩千五百塊 已經調成兩千塊 也就是說我們公務員員 他的文康費用 他一年只有兩千元的這個預算 好那一百零五年度呢 也是 就是所有的這個文康活動 包含的慶生啊 自強活動等等的 每年每個人就是兩千塊 那也沒有三節獎金這件事情 好但是呢 在一策會 一百零五年所編列的預算裡面 好文康活動費用 跟生日禮金 每個人 好是五千塊 那三節獎金 也是五千塊 我想要問一下部長喔 這跟立院的一個決議 跟編列的不同喔 你覺得這樣子合不合理 這個詳細情況我不了解 各位請蘇董事長來回應 好來請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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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兩項 剛剛所提到的 就是三節禮金 還有那個 那個 呃 關於那個 生日代金是兩千塊 那三節禮金是五千塊 那當然比公園稍微多一點 但是如果以整個 那個幾乎來講 應該整個來算 那事實上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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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算起來的話 他是 不會增加 應該是少的 好來 但是我必須要說明的 如果 我們的立法院跟行政院 已經有這樣的決議 請依照決議來進行 你們的起薪多少 那是你們可以去調整的 不是說 你覺得他起薪低 我就是用其他的來補 這個部分請 呃 再做一下檢討 我們再檢視 呃 呃 去年喔 就是這個寄生蟲房治會跟中華民國衛生保健基金會被踢爆的兩位 高齡的這個退休的一個官員 在就是這個就是我們的財団法人裡面任職了十幾年 那這件事情呢他年薪上百萬然後沒有受到監督這是事情 去年部長也有說你會去了解跟處理 那我想要問一下部長後來的處理的狀況是怎麼樣 事實上進入房治會那個胡惠的董事長他後來就辭職了 他也後來他也過世了 那所以後來就是只有辭職 所以後來有再多做什麼樣的一個改善跟 我們請新任董事長來回應一下 謝謝委員的指教 因為我從去年服務會的舊董事長去世以後 經過董事會的改選 我暫時當選為這一屆的董事長 那麼因為我是從衛福部當時退休以後 覺得我們所有的事情都要按照規定來執行 所以目前所有的我們的會計收支等等都是依法來行政的 謝謝 這個部分其實我是想要請問部長一件事情 你應該知道說行政院他的那個臨品的一個標準 派任董監事其實是不能超過65歲 那這是行政院的臨品的一個要點規定 那我想要問一下部長 在你所就是管轄的這個財團法人裡面 這些財團法人或者他在捐助的財團法人 他超過65歲還擔任董監事的這個人數有多少 比例有多高 我跟部長說明一下 我舉一個例子 國家衛生研究院13個董事裡面有8個超過65歲 那其實我在講這個問題不是我要針對個案或是說怎麼樣 其實我覺得如果退休人員他有特殊的專長或是他有無可取代的一些要件的話 其實我們大家都是很樂見的 但是我們還是比較擔心的是酬庸的性質 那其實我們會去關心的是現在這些財團法人 他其實業務量有些其實真的很少 有些我說有些他真的很少 那有些呢業務其實是你們部會就可以自行去執行的 那為什麼要再去養一個這樣的單位 然後去做你們原來就可以執行的事情 那這是我們比較質疑的地方 那我再來我要問一下我們的部長 就是財團法人裡面就是自酬經費的問題其實蠻嚴重的 那我不曉得部長你有沒有掌握說 各個財團法人他的一個自酬比例很多都是大概1%左右 甚至有的是0.11 就像我們的這個贈災基金會 這是比較離譜的 0.11跟0.06 那我想要請問部長一下 你針對這部分有沒有什麼樣的一個改善計畫 看這個法人的性質 有的法人他其實不太容易自己去取得這個經費 那剛剛委員前面提到的這個董事的這個年齡 董事的年齡 董事的年齡雖然是超過65回 不過經過因為他有特殊的這個 這個情況的話是可以報準來核准的 這個我當然了解 那另外呢剛剛提到的這個 這個國家衛生理紐約員的董事他們都是不知心的 董事長就是我我也沒有知心 好來因為時間已經差不多了齁 其實我們要提醒的是 因為其實我們針對於這樣財團法人 其實我們的對他們的監督其實很少 那其實因為這些單位呢 所以的主管是我們衛福部 那他所這個收入或是他支持他們的這個資產的一個 這個累積都是因為政府而來的 那我認為呢衛福部則無旁貸 那也希望未來齁多加去留意 那針對於104年這個 就是行政院我們立法院這邊做出來這個附帶決議 是不是有整病的一個必要 那是不是有一些應該退場齁 這部分請再多加去了解一下 是好謝謝委員